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是我金家仁 金家仁 港人 港事 这条片本来就是和大家探讨和分析 六湖征舍事件第六和第十的问题 一至五昨天就已经出了 好了,很有趣 不知为什么我出完昨天那条片之后 翁律师出了一条片长达两个小时 可以澄清某些东西 他说了很多东西 我今晚直播的时候 我也是会详细和大家分析多一次 因为很多网友不满 看我留言那边就知道了 好了,是不是他回应了之后 这件事就真相大白呢? 即是用邵子锋的口吻所说,破案 其实不是 是更加懸疑 唯一一样东西就叫做可能就是打破了的 就是雍正真是否想帮陈金儿呢? 好了,昨天在他直播那里 除了我说之外呢 即是我的群组里面的人 以及看我频道的网友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权发声的 好了,今天这条片是说什么呢? 说真的 其实在雍正真那里 其实带出了很多不同的问题 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这条片第六点 就是说另外一股黑势力 其实另外一股黑势力 你听回雍正真呢 可以直接了当 就直接说这个势力属于菜素玉那边 所以呢 第六个问题就是 讲菜素玉的 去片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六至十题 第六个问题 很多人 我相信就包括 陈金儿 潘小文 雍正真 或者就是潘卓雄 他们也是不会明白的 他们应该知道某些事情 但是也不会知道事实的全部 那么大陆条是什么问题呢? 大陆条就是 大陆条就是 菜素玉 哇! 那当然想死人 你说说菜素玉 但是说菜素玉 是没有问题的 菜素玉 一向都是建制派的 这件事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菜素玉在这件事上 到底是什么角色? 大家应该都看过 金儿大战 菜素玉 就是一段影片 是不是? 菜素玉 就很声好气 就跟他说你走吧 他不要管 但是到最后 就好像是金儿 斗赢了 再封回某些 佛传址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之前 一至五题里面都说过 现在 陈金儿 跟菜素玉 那边 就是说是 动盟法师那边 也是 菜素玉 那边 是弹官司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蔡素玉 现在 在这件事上的角色 就抱歉 如果就这样表面看 他想抢 陈金儿的饭碗 就想拿了一宗工程来做 还是他其实是建制派里面的正义超人 来拯救佛传子 和陆湖征舍 当然 如果说建制派 正义超人的名字 我当然有所保留 但是 有可能某些事件上 他们 真的 不会 保护 佛传子和陆湖征舍 当中 背后的原因 你我他 也可能不知道 只有他们才知道 但是 在菜素玉的背后 我之前有条片说过 又或者 看无量军司 因为某条直播片都说过 原来 蔡素玉 就和政府的前高官 白发魔女 就有一个 绝不能轻视的关系 如果大家 就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或者无量的直播 那你串年花齐 哇 白发魔女 再加蔡素玉 再加动盟法师 其实是一个非常龐大的势力 正常来说 真的没有人敢得罪 很坦白说 就是我 不怕陈金仪 或者不怕潘小文 我没有可能不怕白发魔女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其实很多不同的频道 完全是不说这件事 只有无量说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很不持平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只不过他在英国说的 没什么所谓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他那条片 也说得比较有资讯性 不过他没有串年到 整个故事的人前 没办法的 因为他的方向是暖暖的 对不对 好了 大家觉得蔡素玉这件事 到底是属于什么角色 即是他是中间人 还是某个派系势力的代表 即是他背后的势力 有没有可能有中央的身影 这件事大家自己想想 因为由于23条的关系 有些查到的资料 我都不能够说 大家就可以自己想想 其实我也没想得通 坦白说 如果想看多些有关蔡素玉的资料 就去无量直播找那条片 好了 第七点 今次这件事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那帮网友 因为由这些网友一起合作团结一起 打架 就找老千 去到现在 这些网民 看YouTube的人 就分成了两派 一派就拥护原先被质疑是骗子的陈金仪 哇 真是洗底洗得很快 他以前那些事是完全不需要去理 不知为什么潘彩虹以前那些事 就个个都挖出来说 那说真的 我是不明白的 这一派就拥护陈金仪的派系 包括马高和邵子锋 其实无量都很尴尬 如果他要拥护陈金仪 就很麻烦 因为他是第一个 就说陈金仪是骗子 你现在要他推翻 以前说的东西 他最先说的东西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他现在有点不持平 说真的 我觉得一半一半 我因为 是说过 不是一定是因为他收了钱 或者有点利益 有时候因为情感思维 连带关系 就是 雍律师可能叫他帮忙做些事 或者叫他帮忙保护一个人 他跟他说了某些事 就说这个人之前做某些事是因为被逼的 叫他轻厚一点 或者尽量不要提 那你接到这样的命令 有时候卖个人情也要 有时候是网台 又不是法庭 他说小一点 或者不说 或者语带偏颇 你问我是不是情有可原 我觉得是的 不过 如果涉及公众利益 就不行了 无论是动魂法师陈金仪 或者翁正正和潘小文 就算是潘畅雄也是 如果你骗钱 就不能放过 好了 现在一派就是拥护陈金仪 另一派就是认为这件事 陈金仪 动魂法师 潘小文 都是有利益关系 不是好人 这一派就简单来说 就是支持潘小文 那你问我是不是支持潘小文 我直接回答你 今天有问题 我也是质疑他的 我呢 只是支持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只是支持我找到的证据 我只是支持我的看法 我两边都不帮 就是我跟大家说 我再重新多一次 没有人可以 可以 就是怎么说 收买我的 为什么呢 不是你不能用钱收买我 而是我不会给你用钱收买我 因为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你找不到我 对不对 那又没有我电话 我告诉大家 你是找不到我 你可以加我电话 但我完全是不会出去见任何人 所以 变成我是真的中立那个 有人在网台上留言 你经常说 你啊 经常搞这样搞那样 你不关你事 你不要理 对不对 你只是说别人的资料而已 那说真的 有谁不是说别人的资料 那没有人知道的真相 对不对 真相要怎样 就是要越辨越明 那我不说 就是你看不到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达前多一步 都已经是两回事 对不对 那现在 其实这个分化 那些观众分化 其实在很短时间里面发生的 到底呢 今时今日的网台 是不是任够说 不需要负责任的 就是说了错误 你误一个人 你诋毁一个人 你网络欺凌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不用负责任的 其实我发泄过这个东西 那我和 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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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了两个小时 就说这件事 喂 大佬 微辣事件是否忘记了呢 就是说错了的东西 影响了某些人 是不是个个都受得住呢 受不住呢 万一自杀死了呢 喂 你们完全不用负责的 就是很过分 是不是未来发现 喂 有些资料呢 他们真的说错了 那好像 邵子锋 那些破案 是错的 那是不是呢 说错了 啊 那就保持沉默 不提那件事 那过一段时间呢 转个话题呢 就可以 重新开始呢 喂 做网台 是不是做到这样的样子呢 就是你不会认自己做错的 是不是呢 那说真的 就是 到底那些网台 或者是自媒体 是不是呢 继续这样经营下去 吹水不抹嘴 就能够吸引到眼球 那其实就不理了 以前就是 说错了的东西 诋毁错的人 又不需要道歉 又不需要澄清 那删除了这段片 是不是可以当事发生过呢 是 就是完全 他们说的东西呢 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是完全不需要核实真相的 那我会觉得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的频道呢 要写到明 你是做娱乐的 就不是做事事和政治的 那你说到明呢 不是打架的 说到明不是破案的 说到明就是为流量而评论的 那我就觉得没问题了 而那些网民呢 就是说到明就是 我不是来看真相的 我来看那些主持 罵人 觉得很有趣 还有呢 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这件事 怎样可以 就被那些主持 搞到乱七八糟 我完全就不需要真相 我来尋开心而已 在那些留言 互相攻击 很爽的 如果那些网民是用这样的心态去看这件事 不如你们去看AV吧 说真的 因为你们 越看得到这些网台 个人的智商就会越降低 就越低至 很坦白说 那第八点了 到底今次事件背后的利益有多大 这件事我真的想不通 就是说真的 表面上呢 只是 两个势力 为了维修工程 几千万而已 是吧 来互斗 又或者呢 这件事的背后 就可能有骨灰磅的生意 在这里 那么 就更加 就是如果 你计算政府的十万亿 大婴山的维修基金 那你只看这里 可以申请到的钱 都十万 十万 十万亿 不是十万元 十万亿 就这样看来 这个数据虽然很巨大 但是呢 背后会不会更加涉及更大的利益 如果再有更大的利益 其实就属于地产项目 但是老实说 无论是骨灰磅位 又或者是地产项目 其实说得 白一点 你都要香港有这么多人才可以 对吧 但是说真的 香港的出生率 每放月下 跌得很厉害 人 每年都是死亡 大概三万多四万个 这是真的 不是说 没得竞争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大骨灰磅位 所以究竟 是不是每个都持住 十万亿的维修基金 还是说其实这些全部都不是 其实他们欠的是那些善信的捐款 或者做法事的钱 这件事我之前没有说过 因为 其实之前鬼王说过 一些有钱人 找洞云 做一场法事 有三百万 我不知真还是假 我听回来 洞云就找鬼王做 就是他弟弟 给他红包几千块 就算了 那些钱全部洞云 代代平安 这些事究竟是真还是假 是无从稽考 但是如果是真的话 这就很恐怖 那个利润 不是吧 你做一场法事 几百万 几十万 已经很恐怖 但是你说 做一场法事 对于特观贵人来说 几百万 几十万 濕濕 我有朋友 是看相佬 半准半不准 好了 他就这么回国内厂 看照片 我说了十年前 他都收紧六万多元 就是看厂房各方面 风水等等 不是看厂长的照片 不是的 老板的照片 找他的人去看 但是一般来说 收费都是六万多 到八万元左右 那他说 一两个月就撞到一两单 十年前 大家都明白 国内厂的厂都蓬勃 一个月就撞到一两单 肥肥子水 因为我跟他很熟 他还没做这些 原学家之前 我已经认识他 不是很出名的那些 你记住 是透过朋友介绍 那真的 一单到一万多 但其实他住堂楼 没什么钱 好了 如果你很出名 是池山子的主持 然后就说可以消灾解烂 你不要管他假和和想定真和水 不要管他是不是吃肉 总之他真的敢开口说三百万 而那些有钱人真的相信 那你说 这个利益是不是很庞大呢 但是 其实是否只是动弘法师 可以收禁价钱 其他法师是否不行 那这件事大家自己想想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利益 是非常之庞大的 好了 去到第九点了 第九点呢 我们要讲一下潘卓雄 虽然我本人相信 潘卓雄的合约 没有签 当中当然没有利益关系 但是呢 他和潘卓雄之间的私人因传 会否当中呢 其实潘卓雄就加炎加醋了些东西呢 你问我呢 我不会相信潘卓雄 因为呢 潘卓雄其实也很討厌潘卓雄 这是事实来的 而且他们真的曾经一起工作过 无论潘卓雄是full time也好 part time也好 他们真的一起工作过 当中就发生了很多事 很多牙齿印 在潘卓雄的角度呢 他觉得是潘卓雄 害他的 潘卓雄就连累他 他没有了很多钱 甚至乎呢 潘卓雄又觉得呢 潘卓雄是欠他的钱 其实很多呢 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这些私人恩怨呢 如果呢 我就在这个分析 六湖精舍这件事呢 这宗工程呢 其实我会撇除不说的 但是好了 今天呢 我想不明白的问题 今天这个影片的重点是 我想不明白的问题 好了 那我就提出对潘卓雄的质疑了 就是大哥 你经常说我呢 就帮着他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坦白说 其实 潘卓雄 当初呢 有没有 信错人呢 信错人呢 除了 潘小文之外呢 他有没有 信错了 大师呢 他会不会被大师的表面 偽善的形象呢 那就先欺骗了 那现在搞到呢 他因为成为了大师的品格证人 这个也是邵智锋说的 雍智锋也好像有说过 那现在呢 就令到呢 因为这个原因 就成为了 雍氏集团 的攻击目标 说真的 古语有云 令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还有啊 你不要说说完啊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他现在同时得罪了两边 而且呢 又是女人 更加是小人 还要啊 得罪了一个呢 大麻疯子 对吧 那最后啊 其实我很怀疑啊 最后啊 潘小文呢 能不能够坚守 坚持他那个理念 就是他现在呢 就不会退让的 那继续呢 拆他说的鸡棚先 因为当初呢 其实呢 他是 受不了 潘旗智 或者潘小文 和陈金儿的双劫合璧 所以呢 他就不接这份工程了 就置身于时外了 当然了 邵子峰啊 和陈金儿公布的证据 就不是这么说了 是说他争输了 对不对 老实说 我都说过 按照两边提供出来的证据呢 我绝对相信 潘绽雄呢 他是自己不做的 而且你看到 陈金儿和潘小文 现在呢 是多烦 如果再加上呢 阿翁律师呢 哇 即是古语有云 我又说古语了 正所谓 三个臭皮象 又胜过朱角亮 对不对 如果那臭皮象呢 是女人呢 就更加糟糕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有点点怀疑 因为呢 潘绽雄呢 究竟能不能顶得顶 还是说呢 那段时间呢 就是 开始淡化这件事了 那就是 他也开始有点顶不顶了 又发现呢 可能 没有什么人再攻击他了 那可能转而攻击我了 对不对 或者攻击其他人 这件事呢 就这样 息事宁人收声呢 为什么会攻击我呢 因为我几乎可以很肯定 我会再说潘绽雄爆他的东西 那其实他很严重的 那好了 因为呢 他说这件事呢 那其实他当初是 想置身于时外的嘛 他不想理的嘛 他不想赚的嘛 你钱 因为其实没有钱赚的嘛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他说要拆鸡棚 因为他被人写了嘛 那条气不信 好了 过一段时间呢 他条气顺了 那他会不会自己闪了去呢 或者说其他东西呢 这件事呢 就是大家呢 自己问一下潘绽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呢 都好像潘小文 或者是陈金仪 那样的 就是 我是知道他呢 很喜欢说谎 我是知道他呢 就是他跟你见面吃饭 或者上我公司呢 都是有目的的 他都是来找着素 就是你每次见他呢 你不敢说真话的 就是无论你做得多好也好 或者就是 可能有些事情 他会帮到你 你都不想跟他说 因为他很烦的 我身边真的有个这样的女性朋友 我是很受不了他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 在我公司看到他呢 都是走隔不透的 真的 所以我很明白 潘绽雄呢 他为什么呢 我这么厉害潘小文 和陈金仪 我绝对是 因为亲身经历 不是经历过 是经历过 也都很明白就是 身边有些这样的 賤人朋友呢 看到有利益的时候呢 或者呢 他觉得你比他更幸福 他真的跑去害你 那这样东西呢 其实就是大家是要亲身而过 才会知道的 譬如很简单 我以前邀请了一个人 就是公司车要入油 那我们不会去这个油站入的 就去那些上水 粉岭 元朗那些仓油 因为我当时有几个货车 那些货车是入油渣的 就是很搞笑的 他们为了骗钱 明明呢 那仓油呢 昨天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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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车里进入 过九 试过很便宜的 香港那些仓油 那些过九一升 然后呢 我看着他进爆 都是不用两个水 很久的了 五六年前 六七八年前的事情 特朗普时代 那时候 那好 那如果你不是去的话呢 他跟你说 我想是2.3 不知為何一升一兩毫子他也會騙的 不是很多錢 可能是幾元或者十元 他也是會騙的 我已經是發現了很多次 人有很多種 潘小文也說人是有兩面性 如果他貪這種小便宜 他有了第一次 慢慢慢慢就變成慣犯 這些人 有時候因為你不夠人手的時候就要用他 在公司的作用 比損害大 作為老闆 沒理由不用 香港不是請人那麼容易 雖然我明白潘卓鴻 如果他當時 公司不夠人手 或者需要生意 潘小文又說 我認識很多人 我可以幫到你 最初 合作 就是 每個人都是 沒有爭吵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 慢慢有生意的時候 分了不運 又或者你賺那麼多錢 你多分一些給我 開始為了錢 而爭吵 我自己也試過好幾次 所以我是很明白潘卓鴻 那種難處 好了 去到第10點 這條片的最後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究竟為什麼我要繼續說這件事 這件事是不是很好賺 繼續說是不是很大機會會得罪人呢 其實我先說一說 其實我準備了很多不同新的題材 大家都應該看到 無論是我會員頻道 以及最近 推出的片 說真的 這條片的流量是有的 這是事實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絕對不是 說真的絕對不是 這件事 涉及公眾利益 說真的 尤其是我做了 潘小文 那兩條片之後 就更加多人向我報料關於他的事 那我就覺得 哇 尤其是在動物界那裏 如果有些害群之馬 騙錢 或者 有些人 譬如買陳皮檸檬 1000元 說真的我不說 我發現沒有人敢說 真的 為什麼 有些 網台就被人威脅 有些怕得罪潘小文 而我呢 完全是不害怕 因為我也不怕他找到我 說真的 我不怕你找到我 我隨時可以躲在深圳 你知道嗎 我隨時可以躲在深圳 你過來深圳找我 我帶你去打骨按摩 我發現 我當這件事 大的我做不到 你問我 陳金儀 對這個蔡素玉 我去參一腳 我想死嗎 是不是 我夠膽說陳金儀 蔡素玉本有勢力我不敢說 我也幫不了什麼 我也幫不了 動盈法師什麼 但是我說這件事 我竟然發現到 潘小文 原來這麼久以來他做了這麼多 懷疑而已 我要說清楚 懷疑行變的事情 真的 其實不只是我這邊 潘小文那邊 也有很多苦主找他 我是希望透過我做的影片 可以換成更加多的人 就不要 繼續被人騙 其實我知道 很多人現在是繼續貨金給他 繼續幫他買東西 但是以我 所知道的資料 其實你們這樣做 就更加害了他 因為我自己找到回來的資料 他收了他的錢 不是自己貸 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之前我說過他可能是因為有賭人 其實 這只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他把錢輸了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不過我之前 這條影片也說過 未來我是很大機會 獨立開多一集 那變了 我自己覺得做這條影片 起碼 可以喚醒到某一部分的人 真的 我是成功了 我成功了 喚醒了某些 即是 繼續買這個 陳皮檸檬的人 終於覺得貴 不是一千元 是四百五十元一枝也覺得貴 大哥 陳皮檸檬呢 我沒有 我沒有 那些不知什麼老藥吉那些 我有 一百元 一枝 吃了五年 放在雪櫃上 我新冠的時候 剪的時候就拿出來吃 是不是 我不剪的時候就不吃 好了 是不是有人會投訴我 或者我收到律師信呢 我是不是會選擇收手呢 那 我應不應該收手呢 其實我一向都是 經常 很多網友都叫我小心點 我一向都很大膽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 有些事我是真的不敢說的 但是 涉及到市民的公眾利益 我自己 認為 如果你要我收聲 應該就沒什麼可能 老實說 我做不到大事而已 那我 覺得幫到小市民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 即是用二十三條騙我 或者國安法騙我 那我就收聲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 告我誹謗的 罰我五百萬的 其實我不是很介意破產的 反正我都沒有資產 真的 我不是 跟你說什麼 我應該不會 籌其打官司 找到我真身 躲起來變成藏鏡人 但是你告我的話 我有咎你告 那我就想停自便 然後你就破產 其實我想破產很久 是不是 真的 我沒有錢 很奇怪 有人告訴你 我每件事都不會用自己的名字 你不要問我 為什麼 一開始 搞這個台的時候 我告訴你 是說真話 以及說政治 是很危險的 我早就已經說了 不然我連 Patreon也不會剪 我Patreon也會剪掉 連蕭先生也覺得很危險 所以現在 關於政治 太深層次的東西 我也是在直播才說 有些網友說 以前的話題為什麼不說 不是不說 是沒有辦法 先看清楚 你說雍正正 蔡素玉 白髮魔女 恐怖 還是23條 國安法恐怖 大哥 兩把劍插過來 他們那些都是小人 和女人 所以 大家覺得我應不應該說 我是不是被人警告過 其實我被人警告過 是不是 不怕 繼續下去 很簡單 你們想不想我講 你就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條影片 先跟大家聊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